本场比赛是最后一个项目了 枪舞 谁先拿到五分 谁拿四百 鸭王要努力了 目前鸭王只拿到一分 主力 通头 小孩的手法还是选择了扳棋有力 鸭内向 鸭王防坐 不过鸭王的进亚帆 现在血量有点被动了 太少了 小孩能量反击 现在又是个中跳跃的重腿 截了鸭王的一个跳压 那么目前 鸭王的手法没有了 中间是他用的非常熟练的小几剑 上来就是一个草比杀鸭 这顿皮鞭调教的 半气有力 有点弹啊 这顿啪啪啪 小孩应该保不住了 鸭王一个前小跳的重拳 解决了对面的手法 创意白色变 兄弟 你改名了吗 咱们以前叫啥 欢迎小丫头 白开水晚上好 欢迎低调 下一站翻身晚上好 我们现在正在给他直播游戏 直播的是小孩的赛点鸭王 只拿到了一分 他的中间微波 现在还是在做板边的一个防御 把小孩关到板边吗 关不到了 想然后往后走两步 直接确认 对方跳鸭 直接确认圣龙 那现在抓一个背头 牙王被冻成了冰棍 还有 一个人 小孩的赛点局 应该说没有问题了吧 这个赛点 猴子又被冻了 不太打了 欢迎祖先头目 飞翔兄弟 回家 今天晚上对局 来到了 小孩的赛点 有没有可能 哇 单发确认 凤凰奖 亚王 要不要上大招 摩雪 小孩怎么办 哪里跑 恭喜亚王 终于是又拿下了一分 兄弟们 给亚王刷个半好吧 谁压了2P的 一个猴子解决了 翻盘了 OK 接下来比赛会越来越精彩 那么亚王会不会打到一个翻身杖呢 小孩现在是三个带点 三个带点 怎么说 手法继续剑下班 对战小孩的手法反其优劣 刚才这把赢子打出了亚王的最好的一个心态啊 高手相争 技术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层面 最终还是犀利层面 就很博弈了 前了 谁压力 手法 成功 压力 将以有一体 压力 突出 电象 ai 他的手法 确保 无法 武器 做一个向杀了 好的 鸭王的血量足够 鸭王这里 金甲三继续 已经打出了一条三的局面了 会不会打一条三呢 小儿出下降当身 可惜这趁热慢了 怎么办 金甲三一条三有机吗 三个赛点 鸭王开了PC 恭喜这每段鸭王升到十三级 这每段鸭王老朋友了 现在的对局对鸭王还是比较有利的 他这里是两管血基本上 两管满血 对面小孩最后一口血了 转移金申 服装服料朋友晚上 这场对局 鸭王又把笔分给他盾回来 一分四比三 接下来比赛会越来越刺激 越来越精彩 到底是小孩能赢 还是鸭王能赢朋友们 你觉得 谁能笑到最后 觉得接下来这笔鸭王能赢 刷个鸭王 就是小孩能赢这个笔的话 刷一个小孩 不过对于小孩来说 还是比较有优势 因为他现在还有两个赛点的优势 优势还在小孩这里 不要觉得鸭王是太鸟啊 他们两个打零二打了好多场比赛了 国内目前打零二最厉害的两个人 就是他两个人 也不是第一次打他们两个 对于彼此套路也非常熟悉 我们把灯牌飘下好不好 把灯牌飘下 没有加团的话 可以加个团 飘个灯牌加团 找一个水灯牌加团 那么现在比赛来自于小孩 对战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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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说这把小孩 就要以一挑三的形势 拿下亚王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吗 亚王 还能再次用猴子上演 一个翻盘局 小孩这把应该说稳了 漂亮 一挑三 给小孩点个赞 兄弟们 给他点点赞 对吗 我来说一说的